欢迎台湾女儿林玉婷 穿过象征荣耀的剑门 传奇女王林玉婷身穿中华队服 走进派对现场 分享奥运夺冠后的心声 只要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 你就可以战胜一切 现在就是要好好休息彻底放空一下 那不仅让我休息也是让教练放假 巴黎奥运落幕 台湾创下二金五桶的好成绩 总统府特别举办台湾英雄派对 而金牌男生林洋沛 由于李洋还在日本 未能合体现身 王麒麟现场张慧妹的歌曲 代表和李洋不说再见 要留下永远的画面 不管有多远 放不下就代表不会变 这是给李洋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见面 下午三点开始 更有台湾英雄大游行 从总统府出发 一路到中山南路口结束 让民众能够亲眼目睹 奥运选手的风采 车队前方 由宪兵领队 奥运选手们 站上国防部战术轮车 向两侧挥舞示意 现场民众热烈欢呼 挥舞首摇旗迎接 也有高中棒球队 组队前来 希望为台湾体坛的未来 加油打气 台湾加油 选手加油 你们很厉害 加油 派对游行 让粉丝与台湾英雄们 零距离 共享2024巴黎奥运 所缔结的荣耀与喜悦 欢宇新闻 吴荣宇王悠阳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欢迎订阅